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7号在花博珍宴馆展开为期16天的展览 带领民众认识台北城市永续发展 城市再生 共荣社会 智慧等特点 透过虚实整合 影音声光与多元的互动效果 演绎台北的蜕变 结合机械手臂 台北城市样貌与优美舞蹈 台北城市博览会开幕以沉浸式剧场 引领民众感受台北的进步与变化 今年的城市博览会以六大主题 包含永续发展 城市再生 打开台北 共荣社会 创新创业 智慧城市 呈现台北面临挑战 转型成长的成果 以及破坏未来愿景 台北是台湾的首都 有很多人在这里增长 工作 甚至梦想 台北也设施超过100年 它已经变成一个民主自由多元开放 共荣的城市 台北历史悠久 但是 活力旺盛 更重要的 台北的未来有无限的希望与可能 The future is not 很多人在问 为什么要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这个城市还是要继续前进 因此需要集结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需要更多的公私协力 所以我们把我们过去做的呈现在这里 更重要的 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倡议 不管是TOD EOD 环状线 我们要希望台北市民可以了解 在这个基础上 台北应该继续往哪里前进 我们希望台北市民来这里看过以后 了解我们的历史 现在 然后去增强我们的市民朋友 对台北未来的认同感和关怀 这次的城市博览会分成六区 如果你要看台北的永续发展 你就来看U-bike 还有我们在空污品质的改善 目前台北市的BM2.5 跟花工差不多 是六都里面最低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 台北是一个工商城市 要看共同社会的实践 那就去看社会处产 去看共同市邮局 去看我们的公园 要看城市的再生 那我们有东区门户计划 西区门户计划 市场改建 要看智慧城市 那就更加去看我们的大数据中间 如何用图像化 视觉化 来补助市政的决策 那要看创新创业 就要看我们如何活用 私有财产 以财政来支援建设 要看创新创业 那更可以在这个展覽当中 看到台北市如何把新创产业 当作产业的重点 如何去发展 总之 来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打开台北 这座城市的光荣 是集合很多人的智慧 特别在历任市长 集合全体市民的努力 得来和成果 本来今天吴国雄市长要来 在吴国雄市长的年代 我们的台北车站开工 然后开始规划这个捷运 开始动工 黄大桌市长是一个执行力有强的 而且他是一个圆圆层次的爱好者 所以有大恩神的重点 也因为他的魄力 我们有基隆和捷腕取合 还有中华商场的裁券 以预测并进行 陈队北市长 让台北车开始正式演练 而且他把 这个趋工手的未来 下降 让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重新塑造 马英九市长 他在我们十个行政区都建构了运动中心 带领我们台北市民的运动风潮 郝龙斌市长引入了U-bike 现在U-bike已经到2.0了 这是我们城市的象征 也是可以拿到国际上去炫耀 还有1999也是郝龙斌市长带进来 种种都是我们台北市民的骄傲 也为台北的移居永续打下良好技术 再次感谢大家为台北市的付出 我想这次的这个展览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大的一个展览 那我们所面对的是21世纪 我们发现城市的价值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在整个全世界里面都对于城市治理 这件事情都有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性 跟前瞻性的一个概念 都必须要面对于环境 面对于社会 让我们这个城市有机会 能够永续的持续向前 所以作为我们这次的展览 我们非常非常忠实希望能够借由台北市 来阐述我们这个城市之里面的 以人为本 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 平权还有共荣 这个价值跟做法 我觉得这是这次真的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点我们也希望这次的城市展 能够让台北创造一个多元丰富 而且具有创新的进步城市 我们也更希望能够借由各种不同的 多领域的跨域的关系 作为一个叫做沟通 对话跟合作的机制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展览而已 而且我们来共同面对我们现在的气候变迁 还有很多现在极端 气候 极端 经济 社会公平的 各种不同的专业课题 所以我们这次的展览希望能够真正面对市民 来跟市民共同讨论一个真正属于移居 智慧 永续 包括共融的台北市的愿景 那刚刚市长有跟各位提到一个蛮重要的 是我们这次2022的台北城市博览会 最重要一个主题叫做The future is now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展览 我想这个展览并不是一个市政的成果展 绝对不是 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对话的进行式 我们希望藉由这个展览能够让市民 跟整个台北市的城市智力 有一个共同的对话 而且继续往前走 所以它绝对是一个进行式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 由民间 有民众 有市民 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台北市的价值 那正因为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进行式 我们在称为叫做台北 The future is now 这个概念我们希望藉由这次的城市的展览 能够用各种不同的多元的角度 来重新面对我们这个城市所要面对的课题 包括刚刚市长特别提到的我们这六个展区 我们这次六个展区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从环境概念开始 我们再继续往城市的翻转 刚刚市长提到的TOD EOD 如何翻转整个城市 紧接着从文化来打开我们自己的台北市的 所有的围墙变成一个工农社会 再过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社会住宅 来谈到所有工农社会应该要有的生活 包括创业 包括我们的财务 最后有一个蛮重要的事 我们希望能够这次借由思绪的整合 让所谓的大数据中心台北通 还包括很多的智慧城市的数据 带动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更好的城市角色的治疑 我想台北市是一个非常非常进步 而且持续发展的城市 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个叫做跨世代 跨文化 跨领域 甚至于跨环境的未来 那我们希望 这不仅是台北人非常重要的希望 我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沟通 能够建构台湾我们自己的未来 展区有台北雨水光雕图 就像水资源版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吸睛 还有大型地景模型 演绎城市的交通 门户计划等过程 还有族群友善全灵运动的议题 探讨城市温度和移居程度 小朋友也可以透过丢球了解城市政策 然后我们借由这种素质跟还债之间的关系 来了解我们的资产国化 我们的财政的心的聪明的经济学 这个聪明的经济学 现在这个区域在之前市营运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了解 这个聪明的经济学是叫做打倒财务大魔王 现在这个还债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还债打掉之后 它就开始会积分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叫做减债成果 那这个减债成果就是要拉起 我们真正的财务体制的大改革 您是从翡翠水庫开始 翡翠水庫怎么做 翡翠水庫的智慧处理水质管理 一直到我们如果处理水质 在控制它的整个下边坡的一个概念 然后开始做水族保持监控 那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方式了解 台北市跟翡翠水庫非常重要的关系 紧接着我们就会往下一起走 就会走到如何从上边坡一直下来到礁区 如何用很多的卡文池自由池来留下所有的水源 直接从下边坡的底山开始就进到城市里面 那城市里面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在城市里面 藉由各种不同的水系统 来让我们的透水的坡面 来让我们的公园成为一个条件石 台北城市博览会缩小台北市的日常 用精致活泼的手法呈现台北城市的进步轨迹 参观者可以用30到60分钟 探索台北的新宇宙快与慢 市民的新生与生活样貌 场外也会结合农民市场 风味市集 艺文表演活动等 欢迎民众来感受城市风情 再带你来看 有一股暖流围绕在城市 一群善心人士的周围 中华天下父母心关怀促进会 和台湾快乐之道协会 攜手做公益 牵齐祖孙间的紧命连结 凝聚世代同乐 透过表演 文史导览 意见等活动 让大众感受快乐的单纯与美好 台北市长庆廖前 锣鼓喧天 雄师欢庆 由银桥国校武师队 为周末这场 中华天下父母心关怀促进会 和台湾快乐之道协会 攜手举办的祖孙节活动 做开幕 现场聚集许多民众共享胜举 不只表演 各界人士纷纷到场同乐 八月份 过去只有八八节 那么这几年 大家开始推动 这个祖父母节 那这个祖父母节 这个意义其实 非常的重大 尤其整个台湾朝向高龄化的社会 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呢 我们对于这个长辈啊 可以说呢 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职场 那我对这个长辈那么从政的阶段呢 大概有几个代表性的第一个台湾如老人年金 是我在当立委 选立委的时候开始推老人年金 所以现在呢 大家有看到有敬老金贴 还有这个老龙金贴 还有国民年金 其实都是那时候开始推 那么我当县长的时候呢 开始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那时候我们在台南叫做村里关怀中心 那么现在呢 这个制度被内政部把它学 变成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那么现在全台湾很夯的叫共餐 共餐其实就是我们在台南就开始做的 那么我是台湾新安会馆 魅州祖庙 台湾行宫的总干事 今天恭逢其盛 所以我们请了我们美丽的团队 我们的魅州女 共同来参与今年这个盛会 那么我们台湾新安会馆 魅州祖庙 台湾行宫 我们的妈祖庙 所谓行宫啊 就是我们魅州祖庙为我们所定名的 所以我们这个庙是来自于原乡文化 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魅州里就是来自于原乡 可能台湾地区比较少有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也介绍给大家 这次呢很荣幸呢 又在跟我们台湾快乐之道协会 共同呢举办我们的庆祝祖父母节的感恩 祖孙情关怀社会爱的公益慈善活动 这次呢在我们中正区更盛大的举行呢 邀请到各个呢公益团体 很有荣幸的呢 邀请到我们的魅州妈祖庙 台湾行宫呢 也共襄盛许 一起呢推动我们的妈祖文化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山水言文协会的理事长吴志庆老师呢 也共襄盛取带领了大家走读谷庭的文史 也很感谢呢 因缘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松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呢 赞助我们这场公益活动的举办 同时呢很荣幸呢 有意见服务 就是由我们的新北市美容女子商业同业工会 以及呢我们的这些公益的志工们一起呢 还有亚太漫画协会的理事长黄志勇理事长 他也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一起呢带领小朋友呢 亲子呢互动 择植偶环保短剧的一个制导致演 等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以及银桥国小的舞龙舞师表演 每年八月第四个星期日为教育部推广定定的祖父母节 主办单位为了鼓励民众孝亲尊长敬老 在当天邀请民众三代一同走出户外同乐 牵起祖孙间紧密的世代连结与情感 并推广人生在世常伴快乐之道而行 我们就是要推广快乐之道在这个市区 社区啊跟以及学校啊 我们的推广这里面有小册子 有21条守折 对像第四条守折是爱孩子并要去关心 然后第五条守折是爱护你的父母 然后帮助父母 父母这是我们快乐之道推广的宗旨 那怎么样得到快乐呢 我们里面有21条的守折 那里面都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今天跟天下父母心协会 刘佩玲理事长合办这样的活动 主要是要唤起大家对于快乐的这个想法 怎么样可以快乐呢 我们的第一条有讲到说 要照顾你的身体啊 你只要睡得好 然后吃得好 吃蛋白质 吃有营养的食物 你就会 每天就会有很旺盛的体力跟活力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快乐的第一步哦 那我们配合今天的主题 主要是要唤起我们每一个人 对家里面长辈的一个关心 因为我们从小是有爸爸妈妈 甚至是祖父祖母带长大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 我们每一个呢能够饮水思源 然后知道说 我们从小时候到长大 是因为家里面长辈 祖父母啊 爸爸妈妈的关心照顾 慢慢长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以前我们都会讲说 要孝顺啊 要听从父母的话 但是在我们快乐之道里面的第四条里面 就是说要敬重你的父母亲 敬重你的长辈 然后你要帮助他们 其实帮助是一件 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只是唤醒 大家说 帮助 助人为快乐之本啊 大家不是都有听说过吗 这个是我们的第四则 那第五则呢 家里面的长辈 对于我们未来国家的主人翁 对于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会说不打不成气啊 但是在我们快乐之道的首则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 长辈啊 爸爸妈妈 祖父母 对于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呢 都能够有一个爱心 然后真的看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把他们当做朋友 来爱他们 然后这个是21则里面的重要的两则 我们配合今天的主题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快乐 我这辈子啊 看最多遍的书啊 就这一本 看了二三十遍 我所有的同仁啊 所有的 我的孩子啦 所有 不管哪里的同事 我都会跟他们 讲这一本书啊 它里面有很宝贵 很宝贵的生活的资料 让你朝向 快乐的生活 这样子 那 真的是 很简单又好用 的一本书 那我觉得应该全力的推广 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那很多长者呢 是我们忽略的 因为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所以说因为中正区刚好有号称长寿村之称 那我们教育部呢 推广呢 八月的第四周呢 是祖父母节 那我们台湾通常都只有庆祝父亲节母亲节 就忽略了我们的长者家里的溯源就是爷爷奶奶智慧的一个传承者 所以说呢特别呢选择在中正区的古亭庄之称的福德爷长青庙前面呢 来跟大家做一个故动 帮长者呢 呃 庆祝祖父母节等于说推广敬老尊老爱老 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连串的活动 我们邀请到了银桥国小座武容武师的表演 为长者呢献授 然后呢我们同时有一连串的歌唱比赛 以及乐舞表演 给年轻人一个实现自我机会的舞台 同时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表扬主父母的活动 我们协会长期以来都在推老幼共学 因为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乐活课程 就是老人家可以学小朋友孙子也可以共同一起上课 互相学习 然后在譬如说一些环保手作的一些课程 折折手作的职偶啊 然后启发他们去拍一个倡导环保的一个简短的短剧 那长者就可以互相就是在跟孙子互动的时候共学 或者是说现在很流行就是兴趣培养专长 所以互动的魔术秀啊或互动择气球的一个表演啊 那长者交小朋友的时候跟老师一起互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就是家庭和谐的一个促进的一个全员 现场摊位设置仿真动物合影 意见服务 免费美容课程辅导咨询及古厅文室导览走读等工艺摊位 期盼增进家庭世代互动多些相处时光 记者文君台北报导 放大摊位置 而且他们会跟孙子互动的一样 《宣布》 HOME PLUS中家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历史两年 伊甸基金会活泉之家再度推出了精神病人的房间 二时间练习 二时间练习展览 超过140件原创作品呈现精神疾病经验者最真实的内在与对时间的感受 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立法委员 创作者小岸 是活泉之家的会员也特别出席记者会分享创作理念 好像每个人生都在很多职路上坚然的走 就是选择跟行走 但是我想反而来就是说 不会因为你在这个路上选择错了 走错了 你的人生就毁了 我希望就是大家看他的股东西 能够感受到说 其实很多事情不见得是都有捷径 可是就是他每一个经历都很重要 他每一个每一段经历绕路其实都很重要 就是他都是你的真的资料 都是你的人 好我们今天这个展览是伊甸基金会活泉之家 我们针对于精神疾病患者 他们在社区复健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努力的成果 我们在我们这次的艺术创作里面 我们不要是以画作为主 我们期待借由画作的过程当中 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跟支持跟认同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不要再对精神疾病的患者 有任何污名化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也是正常的人 那只是因为他们可能受了疾病的影响 或疾病的困扰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过程当中 如何陪伴跟支持我们的精神障碍疾病的朋友们 可以在社区里面安心安稳的生活 其实基列基金会从原来 从早先的对于我们讲的知情障碍者 包含我们的早期疗愈的孩子们 我们这十年当中我们发现到了 社区有很多精神障碍朋友们 他没有被关心没有被支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个过程当中 唤醒大家重视跟关心 我们精神障碍朋友们 在整个社会上他如何的平权 如何有能力跟自主的在整个社会上独立的生活 也更希望大家能够关心了解与认同跟陪同他们 他们其实不会伤人 他们要的只是一个社会的认同 跟自我价值的一个呈现 伊甸基金会副执行长何天元表示 在许多服务现场常以社福观点来提供专业服务 而活泉之家则是试图以文化观点 与精神障碍会员们一同寻找生命出口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 我就是大概我最喜欢写诗 就是有时候心情很不好 比如说某位好友过世 那我就一直哭泣 那家人就会就是鼓励我写诗 然后马斯写下来 我赞美这个朋友 然后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整个哀伤就剪了大半 我就是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情绪 会让自己更加稳定 那写书法也是写书法 应该在专注在那个写书法的当下 心会特别的宁静沉淀下来 那画画就是一种会带来开心的感受 就当你就是由舞到有创作的过程 我很喜欢那种由舞到有的这种过程 比如说写一首歌 本来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这首歌 但是我完成了这首歌 在世界上又多了一首歌 我很喜欢那个完成的那个感觉 当然有时候会有瓶颈 我也写小说 那有时候就要苦思那个情节 可是当那个小说完成后 我又觉得好棒 又完成一个小说 我们两年前是讲精神病人 我们讲的是在房间里面的感觉 可是我们这两年的之后 我们发现到说 他们除了在房间之外 他们还可以走出来 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活动的参与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轴就是 如何让他们内心里面的 里面的一个想法 能够真实不断地被呈现 而不是只是在房间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的主轴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画作 跟之前在暗房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用更光明 更光亮 然后更富有一些的人文色彩 然后更能够让我们的服务对象 或者我们的社会大众 能够更参与更了解 走入他们的世界 了解到他们内心在想什么 展览还设置疗愈间互动区域 提供创作者与观众相遇及聊天的空间 借此分享每一位创作者的生命经验 与创作历程 民众逛完展览后 也可以留下心得给予回馈 而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 立法委员王婉玉 范云也应邀出席 呼吁社会大众倾听多元声音 创造更多对话与理解的可能性 而在社区支持以及去固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伊甸这个世界里面的 非常愿意一起来协力 而且推动非常大陆的 大的进展力的 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受到邀请爱情 的话这场展览 同时在之前的第一个系列 其实在艺人的榜间 在某一样的展览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趣 那我像现在 不只是大似的 也有这次的系列 其实蛮重要的就是 希望能够让大众 有机会能够进来 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如何 以及这些女人们 他们透过花画 或者是多多文字 又或者是说明当中 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 疾病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生命的全貌 同时也透过这样的了解 我们更有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我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够 大家能够进来 或是了解之后 就有可能彼此追踪 甚至是彼此理解 同时到我们的时候 一起迈向更好的程度 我觉得这真的是整件的 文化平权 二方面能够让我们看到 精神疾病的经验者 他的生活世界 那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社会场合 但是我想还是围绕于说 今天这个主题艺术 决艺术就是一种 透过它的多元的每个形式 让我们看到生命中的感动 那我刚刚其实 早一点来看了一部分 他非常的喜欢这句话 然后我们的作者叫 有种魅力的意义 你刚刚刚说 我喜欢发现两面这东西 都一样对于云 那这句话为什么会让我觉得 你有过敏 他让我看到有对方 问得一下这是什么 是学员 他说是星星 他说因为当我们在暗夜的时候 包含生活中非常的辛苦的时候 就像非常的忧郁的吃饭车 那其实会看到有很多小的电视 就像星星一样照亮亮亮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们有共鸣 就是我们的人生中 生活中的非常多的朋友 从小到大 其实也有很多精神疾病的一个经验者 都在我的生活中 包括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的重症中 都有非常忧郁的时候 那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忧郁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其实只有在这么的深蓝色 这样的颜色的重拍中 你才会看到星星的存在 所以他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 我觉得自我共鸣 就是我非常的能够感受 精神病人的房间二 时间练习 共收入超过140件创作作品 即日起至9月11日 在国父纪念馆二楼展出 期盼社会大众卸下刻板眼光 透过展览开启认识彼此的机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湾每年产生24万公吨的塑胶废弃物 为了解决废弃物污染的问题 放式带设计打造了全球第一台 移动式宝特瓶回收处理机 好归宿专车 并与台北峡海城隍庙跨界合作 将回收的塑料制作成城隍庙造型卡 推广永续循环的概念 这台外观简洁的白色箱形车 就是全球第一台移动式宝特瓶回收处理机 FNG世代设计 以友善回收及循环设计为理念 打造好归宿专车 并与台北峡海城隍庙跨界合作 将回收塑料制作成好归宿当归造型卡 结合宗教信仰 推广永续循环概念 并提拨部分造型卡贩售所得 捐赠偏乡 关怀弱势 我们这个车的 应该是我们从第一开始的 1.0的回收计划的时候 我就在思考一个方式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1.0的计划 是从万华那边跟回收阿嬷要去回收 那透过人工的方式 但是我在思考 那如果只是这样来讲的话 我怎么样去可以回收更多的地方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回收阿嬷 那所以我们会思考很多 可以是透过机台 透过什么方式 后面思考 应该是可以透过车的移动 用这样车的移动方式 那我就可以到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社区帮助到每一个阿嬷 那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样一个发想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从车 为什么会去做缴税的动作 就是因为它可以节省了很多的一个回收的流程 那节省很多的流程 它就是可以节省更多的一些碳排 然后还有可以比较更有力的一些回收 再利用价值 所以我们才会去用这样一个方式 那就是变成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去做一个环境的教育 希望更多的一些小孩 那一些家庭 透过这样一个互动的话 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体验 教育 包括我们回收原来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如果我们用的瓶子或者是盒子必须要用我们少量 然后如果可以review的话可以reuse的话 就是那个阿姨就是再利用再利用 然后把它的那个力量跟光芒出现出来的话 这个才有意义 所以当我看到它这个活动的时候 当然是被它最吸引的是 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庙 然后那个庙有点像我们在说 那个积木的方法 然后你积很多就好像买一条街 你积很多就好像整个传统建筑 就是一个玩物这样子 小朋友也会喜欢 那这是被吸引的 就是它制作的东西的吸引力 还有它的袋子都是布 但是这个布呢 可以变成我们吸带的东西 比如说大袋子就可以变成小袋子 可以拿那个我们讲的饮料的袋子 我又觉得种种的他们都在改进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学老人家要学年轻人的想法 因为整个好龟树的计划呢 我们就开发设计的 我们设计团队一起构思的这个 好龟树当龟的这个造型卡 其实它的概念很直觉 大家看它上面的这个龟壳 其实就是我们下海城隍庙的这个庙宇的外观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诉求 就是好龟树 我觉得这冥冥之中有注定 我们计划叫好龟树 然后很多人来这边 其实也是寻求心目中的好龟树 不管是感情上面 还有心灵上面的好龟树 所以好好在一起 就是把两个好龟树的这个概念计划把它结合 好那首先呢 在我们要投入这个我们的宝特瓶之前 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其实我们的瓶盖 瓶环 还有我们的胶膜呢 它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材质 那再加上我们的宝特瓶本身 等于它是一个宝特瓶就会有三种不一样的材质 只要简单五个步骤就可以将宝特瓶进行粉碎处理 省下回收体积与传统回收的许多步骤 车体还结合除纸卡 提供参与民众几时回馈 回收后的宝特瓶塑料颗粒 还可以制作成背带 零钱包 帽子等商品 减少环境污染 让资源循环再利用 先把宝特瓶分类 然后呢 整理好之后 首先我们先点选我们的荧幕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呢 有三个不一样的数值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量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会有加值这件事情 那我们目前的计算方式呢 是四个宝特瓶 我们就等于是一块钱 那我们这一块钱呢 可以让民众利用他的悠游卡 或是一卡通储值卡 那呢 就把这个费用直接回馈到他们的卡片里面 那另外呢 我们之后还会开发这个点数系统 那我们点数系统部分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去做一些消费的折定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直接把我们的无色塑胶 先投入我们的回收口 好 那我们的萤幕上面呢 就会很明显的告诉你 我们现在已经投入一个咯 只要投入 它就可以马上做缴碎的动作 好 那我们缴碎之后呢 我们就是可以进入到结算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卡通 那再来呢就是悠游卡 以及我刚才提到的点数这个回馈系统的部分 那这样如果你觉得就是想要响应这个活动 支持活动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需要处置 好 那我们这边后面把它打开 它这边呢会有一个是我们的收集桶 也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所有宝特瓶呢 就是直接可以马上粉碎成碎片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前端直接做处理的话 我们在后端做一些可能回收啊 去化再运用 其实都可以减少非常多的一些流程 还有碳排 人力啊 电力 或者是输出的一些过程 碎片之后 它并不是直接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再运用过程 它必须要先经过像这样子造立 然后呢 我们去做抽砂 那抽砂结束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成纺织品 那就像我们车后这些呢 只要是我们纺织品的部分 就是全部都是由我们百分之百回收宝特瓶在制而成的 所以说呢 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一套流程 所以说我们可以让一般民众就是 在我们前端呢 体验完这个回收宝特瓶之后 那就可以马上在我们车尾 感受到原来我们的资源 只要经过妥善的分类再处理 它其实是可以变成像我们这样子 非常漂亮的创意的商品 我们也是在思考说怎么样可以到 让更多人来参与 所以我们会 这次的话就请E卡通那边帮忙 我们在开发系统 因为我们一般的民众都会 手上会E卡通或EU卡 那他就可以投 宝特瓶的时候 可以透过E卡通 EU卡来直接做一个回馈的结算 那包括点数 点数的话我们就会 可以用点数的累积 可以去购买我们的商品 然后我们也透过了一个 就是透过一些活动 可以去出一些折价券 优惠券的话 就是会让 现在其实很多的公司 他们一些家庭日 或者一些活动 那我们就会 开着这台车路跑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 有接到路跑 还有一些家庭日 那我们就可以在现场 可以去他们回馈一些 折价券或优惠券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这台车 就可以透过四种方式 可以让大家来 更有趣的参与到这件事情 好归宿专车环岛行程 首站在台北下海城隍庙 及大道城码头 与民众互动 欢迎民众在8月17号前 攜带宝特瓶 到现场进行回收体验 还有机会获得 宝特瓶回收 再次的循环设计商品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 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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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其谈 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其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以蜕变飞越为主题的 基隆教育成果展 在基隆救火车站盛大登场 让大家看见基隆市府团队 和第一线老师的努力创意和执行力 教育部长潘文中说 虽然经常被林又昌骚扰 但基隆这几年在教育和城市发展上 真的不一样了 以蜕变飞越为主题的 基隆教育成果展 在基隆救火车站盛大登场 市长林又昌特地亲自为前来参观的 教育部长潘文中导览说明 分享基隆市七项全国之先的教育成果 让部长了解 例如斑斑数位化 每一个行政区都有双语教育等等 基隆市政府把教育部补助的教育经费 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努力 希望教育部继续支持基隆市相关的教育经费 协助基隆市的教育发展 我想一切一切我们都想证明一件事情 在经费极其有限的状况之下 只要努力 只要有创意 只要有做法 只要有执行力 我们真的可以把一分钱当十分钱再用 很多的政策不一定要花大钱 但是我们能够在教育部 给我们充分支持跟资源之下 报告部长我们一块钱真的可以发挥十块钱的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这个教育成果展示 想再次跟教育部的长官来证明 给基隆市的经费跟预算 我们一定会让他好好的发挥 所以在未来也希望教育部 继续给我们基隆市教育环境的支持 好吧 教育部长潘文中也非常肯定林又昌市长 这几年来为了发展机动教育的用心 更开玩笑的说 为了替基隆争取更多的教育预算 经常骚扰他 再加上一分钱当作十分钱来用的努力和绩效 让基隆市教育发展向前狂奔 深刻的了解基隆市在林市长的带领之下 在教育上真的是一路向前狂奔 不只是了解市长的努力 我想更要来跟各位伙伴来再一次的认证林市长的努力 而林市长经常为了经费 这个我经常也被他骚扰 但是这样的骚扰不是只有打电话 还经常约了时间要来详细的说明 对基隆市的教育是怎样的规划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到今天市长来把他做一个重诊 做基隆教育的成果展现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这真的是一步一脚印的 立委蔡适应同样也希望教育部 可以持续支持基隆市的教育预算和发展 那其实我们基隆市的体育设施的改善跟推动 比起其他县市我们多争取了一些 不是梁部长来拍一下 谢谢一句好不好 为什么我特别讲这句话的原因 因为上次新闻还报道出来 说为什么基隆哪有比较多 媒体来问我 我当然也赶快讲 我不能讲自己很认真而已 我特别说因为基隆市政府的预算 他的计划书写得很好 让中央愿意来优先支持基隆 来 共同志们 这项成果展从8月27日 展出到9月4日为止 欢迎市民好朋友前往参观 基隆市图杯猛进的教育发展成果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农历8月初一晚上6点 老大公庙举行观看门的仪式 象征来阳间接受朴师的老大公和好兄弟们 都必须要回到阴间 而为期一个月的基隆中元祭活动 也圆满落幕 8月27日农历8月初一晚上6点 老大公庙举行观看门的仪式 由今年主朴黄信中庆会 如主黄大明和市长林又昌 以及议长蔡旺廉和立委蔡适应 一起观上看门 象征来阴间接受朴师一个月的老大公和好兄弟们 都必须回到阴间 而为期一个月的中元祭活动也圆满落幕 明年即将交接给郭信中庆会来主谱 感谢老师 兄弟也感谢我们所有个性中心中长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为了基隆来祈福 为了台湾来祈福 所以才能够这么顺利和平安 那在这边呢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参与活动的 所有知事人员 我想因为大家的澄清跟诚意 也一定可以让台湾国家平安 然后让风调雨顺 基隆市的市政参容 再次感谢军会 不持心的来传承我们这个文化的祭祀 祭祀与活动的 蔡旺年在这里 感谢 再感谢 也希望老大公老兄弟 也收到我们黄新中庆会 等等所有知事的这一顿生意 来保佑基隆市 市民平安 我们市运昌龙 未来继续来努力 因为明年是郭庆 全版 那我已经承诺郭庆说 我也会秉持着支持皇室中庆会一样 来支持郭庆中庆会 祖母一棒接一棒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 非物质文化产典变化第一棒 让我们所有骄傲的基隆们 把它发扬 发光大 明年主谱的郭姓中庆会 也希望好好筹划明年的中元季活动 办得和黄姓中庆会一样 圆满平安顺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111年度原住民联合封年季活动 在原住民文化会馆热闹登场 市长林武昌特别向原民朋友报告 过去主政七年多来 编列投入在帮助原住民各项发展的经费 都大幅增加 实现他照顾原住民朋友的承诺 111年度原住民联合封年季活动 在原住民文化会馆旁广场热闹展开 来自全市各区的原住民朋友们 宰歌宰舞共同庆祝 机动市长林佑昌和立委蔡适应 以及市议员陈明健和王显之等人 也都一起出席参加 市长林佑昌特别向原住民朋友报告 过去主政七年多来 编列投入在帮助原住民各项发展的经费 和福利预算 实现照顾原住民朋友的承诺 也感谢立委蔡适应和议员陈明健 以及市政府民政处长王于森 在中央以及地方对于预算的争取和编列 佑昌担任金融市的市长 我想在第一年上任的时候 我跟各位主人同胞承诺 我们一定会大幅增加 我们金融市原住民族 我们相关的市政府的经费 还有预算 今天佑昌在这边 要跟大家报告 这一点佑昌做到了 市政府做到了 陈明健做到了 我们所有地区的头目跟主席 大家也都一起努力做到了 我们金融市原住民族的预算 从我刚上任的时候 一年大概只有1900万左右不到 但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到今年度呢 我们金融市原住民的预算 已经突破3000万 也就是在这几年我们成长了50% 包括我们事务委员会地区的头目 地区的政府主席 努力的来援续保存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能够深耕在我们部位期 最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市长 过去这几年来 金融的原住民的预算增加 当然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在立法院也非常的努力 在原住民预算的审查过程当中 给予原住民委员会大力的支持 因为我知道 我们如果不站出来支持原住民的活动的话 就不会有其他人站出来 原住民总头目也代表各区原住民朋友 感谢市长对于原住民的照顾 提升原民的各项福利 也热忱欢迎贵宾们参加原住民最重要的联合风年祭 庆典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林又昌再度出书咯 名为想路飞飞 林又昌的浪漫思旅 这一次是以市长林又昌的口袋名单 基隆42家好喝及好吃的咖啡店和甜品店 作为新书的内容 欢迎大家到基隆喝杯好咖啡 享用美味甜点 在咖啡店老板和甜品店达人的指导下 基隆市长林又昌献出专业泡咖啡和做甜点的处女秀 这是林又昌发表的第三本新书 想路飞飞林又昌的浪漫思旅 这次是以市长林又昌的口袋名单 基隆42家好喝及好吃的咖啡店和甜品店 作为新书的内容 特别推荐给大家 来到基隆喝杯好咖啡 享用美味甜点的好地方 让大家来基隆不再只有 咸咸海洋味道的感觉 而是还有甜甜浪漫的气氛 因为一个海港的地方一定是最浪漫 最充满文化人文气息 最有风情最有情调 然后呢在这个城市的环境里面漫步 就会像在巴黎像在伦敦 像在横滨的港口 像在上海像在东京的港湾 那这个男女朋友 这个老夫老妻 然后手牵着手 很想继续再谈一场恋爱 我说海港的一种风情 应该是这种气氛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其实港口的味道 也许应该是甜甜的 而不只是咸咸的 那这几年 因为基隆的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变 大家对未来基隆的想象 也变得不一样 所以有越来越多 我们的这些咖啡店 我们的年轻的伙伴跟朋友 慢慢的回到基隆 去发挥他们的创意 然后每一间每一间店 都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有创意 那这些特色跟创意 它丰富的基隆市文化的基底 也丰富了基隆市整个城市的内涵 跟他的魅力 所以我说今天这一本书 我们在书里面有42间的咖啡店 跟甜点店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专属于林又昌个人 这本书其实是属于我们所有 在书里面所有的咖啡店 跟所有的甜点店 大家共同拥有的 知道市长林又昌又要发表新书 现场更涌进来满场的粉丝要买书 请市长亲自签名及合照 没办法 就是爱上林又昌的方方面面 是市长的粉丝吗 对 对对对对 对 市长的粉丝 最欣赏 你最欣赏它哪一点 都有 它的改变件事什么都很好 对 做人也很好 谦虚 对 它的书你都有买 林又昌也和书中42家咖啡店 以及甜品店业者大合照 一起欢迎大家来基隆这个有历史的海港城市 品尝各种好喝的咖啡 以及美味的甜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连讯息查证 加入连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连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赖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继续可以移花